呃 大家好 我是博哥啊 现在哥都开始猜对了啊 还有一个人问我咋配对呢 拿了拿两个发两个小伙伴 这眼睛配那眼睛合配吗啊 也不知道听哪些大师讲的专门配眼睛啊 呃 如果说你专门配眼睛将来的话 你是走进屋死红筒了 既然今天你提出这个问题 博哥就跟你聊一聊啊 我配对的理念啊 咱说回雪咱今天不谈回雪啊 就谈杂交 呃 我杂交的理念就是要的是哥的个体啊 出来的个体必须的完美啊 中等体型股价必须的硬实啊 但是说 出现这样的个人的进奖率呢 它起码它高啊 就以前我们我们就按照不懂得的想法去配的时候 可能40%的进奖率或者是30%的进奖率 但是我们慢慢的啊 呃 懂得了之后 研究了配对之后 可能进奖率达到60%啊 或者50%提高了 因为啥形体提高了啊 血统家族提高了 它形体提高了 它 公盘 地方晒 各种比赛的进奖率 它都有所提高 呃 我今天给个儿配对啊 我呢 是采用两种的是我自创的啊 是软配硬 完了借血定型 把这两种配法的结合在一起 呃 出的鸽仔的啊 70%以上个体都非常的完美啊 都非常完美 呃 软配硬是咋回事呢 呃 就是我们很多的鸽仔啊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软 不是骨架软呢 脊肉软呢 它是一种啥软呢 整体的软 软绵绵绵的 就像我们就是超级的这种就是回血鸽仔啊 极度进去那种回血鸽仔啊 一拿就不那么硬实 就是好像是肉也特别软 毛也特别特别松的那种感觉 松松松松松的那种感觉啊 这样的鸽仔啊 一定要配一个紧臭的鸽仔啊 紧臭的鸽仔 但是它从哪能体现呢 它它从全身的这个紧臭的感觉 它能体现出了 从骨架啊 它结合的程度 它也感觉出了骨架紧臭 肌肉它紧臭 羽毛它就紧臭 所以一定要软搭配这种紧臭的鸽仔 硬的鸽仔啊 这种配对的之后呢 它必须得找到一个定型的 一个融血的 完了再结合我们下一步 就是借血定型配 借血定型配呢 就是借谁的血呢 借软那只鸽的血 因为那只鸽仔肯定就是说 咱们知道怎么去做的的 回血和极度进行鸽 它一定血统是很纯的 另一片的鸽仔呢 它是杂胶鸽的 或者是 沾血配的鸽仔 它紧臭啊 它有优势 一定要这种方式去配 借 借纯度的 借最很纯的那个血 完了定啥形呢 定杂胶的这个形 因为一般的是杂胶鸽是完美的啊 呃 所以你这种配法之后呢 我们出了的 又的纸鸽就出了100只那个鸽仔 得有70到80都特别好 如果说你不懂的这种理的理念啊 你随便按照你的想法去配 可能出了100只鸽仔 有40个有30个能挑出好了 有70个60个都淘汰 呃 今年啊 今年我留鸽是最多的一年啊 以前每年的时候到6月份的时候 咱们做回血的鸽仔啊 基本留下 咱杂胶鸽第四股蛋全部扔掉啊 但是今年啊 我杂胶鸽的第四股蛋全部留下 因为啥 我今年就采用软配硬 完了借血定型这两种方式去配 成功了 出了的鸽都特别好 所以呢 我就把第四股蛋呢 该让保姆哥踢的 让保姆哥踢 保姆哥踢不了 赶不上的 像拳头阵大的时候啊 右哥像拳头阵大的时候 把驰哥拿回来休息啊 不让他下第五股蛋了 让熊哥自己单独的喂 喂完了之后再正式的猜对啊 咱现在就是母哥驰哥都在这朋友已经猜对了 剩下熊哥在喂一些窄的啊 呃 所以今年呢 呃 赛季肯定能提高 因为啥 鸽的体型啊 呃 骨架提高了 它血统本来就高贵的 体型上都提高了之后 它赛季它一定会提高的啊 所以呢 大家记住 不要光看眼睛啊 我们要思考 要创造是怎么去配 叫试验 每年都在试验 今年这种借血定型配和软配硬的这种方法一结合非常成功 如果说秋后的赛季还非常的好 那过年咱就采用这种方式去配啊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